哈喽 大家平安吉祥 我是阿汤哥 汤佐伟老师 今天要讲解的是什么呢 2023年农历八月份 十二生肖的月运式大解析料 主兔的朋友呢 就是呢 在农历八月份 刚刚讲的 你要特别注意 钱财的流失 就是比较会有一些 投资 私利 或者是钱财的损耗 可能调东西啊 这种举帆 这种大破财 小破财 你都要特别注意 尤其属兔的朋友 在农历八月份 更是要多注意 自己的金钱的开销 有时候你可能会 过度消费 然后呢 没有去注意一下 自己的这个后续 还有额外的一些花费 那这个就会让你超值 所以属兔的朋友呢 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第一个是财务的问题 第二个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呢 比较会有一些争吵 可能一言不合 或者是感情上的一些 波动 变动 或是跟你的另外一半 家人 或是长官 长辈的关系 所以属兔的朋友 在这个月呢 更是要注意 人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就是要记得不要一言不合 大家就吵架 或者是不欢而散 我觉得也不需要 那这么僵的地步 所以属兔的朋友呢 要更注意就是 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相处的 人和的部分 相处的关系上 要懂得去 退一步 海阔天空 然后三思而后行 然后注意金钱上的问题 然后以及呢 就是感情上呢 比较多的一种 变化变动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 对属兔的朋友来讲 是一种断舍离 就是断开不对的人 或许是好事情 但是呢 这个断的过程 每一次的分分合合 都是一种无偿的表现 但是呢 每一次的分或离 都要特别注意 要懂得去 就算你分了或离了 都是要懂得广结善缘 要留一个好的后路的关系 反正总而言之 不要冲动 然后讲话不要去激怒别人 然后呢 自己也不要做出一些 会让别人被激怒的事情 好不好 所以属兔的朋友 这个月呢 多修人禄 就对了 因为对于属兔的朋友 这个月呢 的这种冲击力 会比较大 然后呢 会比较感觉辛苦一点点 然后又承担了很多的压力 甚至有时候 你做很多事情 会被误解 被误会 所以对属兔的朋友 月阶 就是从现在开始 然后整个冲历八月到十月八号 这段期间呢 你都要很留意哦 好不好 所以呢 属兔的朋友呢 身上呢 你可以带一个文书菩萨的佛牌 文书菩萨的佛牌 那文书菩萨呢 其实它也就是开智慧 开智慧 就是 文书菩萨是 每一个诸佛菩萨的导师 释迦牌 释迦牌尼佛成佛呢 也是靠这个文书菩萨的这样的一个智慧的灌顶 让他呢 可以顿悟成佛 所以属兔的朋友呢 这个月呢 真的可以多去祈求文书菩萨 然后呢 文书菩萨也是属兔的本命佛 这样理解吗 所以呢 属兔的朋友 这个月 记得多去求文书菩萨 给你一些智慧 然后 文书菩萨的智慧界呢 也是 斩断你的烦恼 跟习气的这种业力 好 然后呢 属兔的朋友 这个月呢 可以多穿一些 绿色系的衣服或饰品 绿色系的衣服跟饰品 都是你的幸运颜色 然后或是带绿色的琥珀啊 绿色的水晶啊 都可以帮助你这个月呢 开运大成功 OK 好 这就是提醒生肖属兔的朋友